两千多年来 有一座高大的风土 一直颂立在离山脚下 提醒着人们 这里安葬的是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 秦始皇 他统一了六国 建立了前所未有的 中央集权均衔阵的政治制度 他称自己为始皇帝 希望帝国的江山 能够从自己开始 千秋万代的意志传承下去 但事与愿违 秦始皇一定是想不到 他的帝国仅仅15年之后 二世就亡了 更想不到 自己死后要背负 两千多年的骂名 这是怎么回事呢 古往今来 关于秦始皇的评价 可谓是众说纷纭 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 对秦始皇 基于了或宝或扁 精卫分明的评价 他也因此成为了历史上受争议最大的帝王 时至今日 每一个中国人对秦始皇的评价都是张扣救来的 有人圣赞塔为千古异地 但更多的声音却是把它当作言行俊法 性秦暴略 大兴遗作 交世迷离等这样的标签联系在一起的 在人们心目中 正因为秦始皇大兴土木 实行严刑俊法 才导致了秦帝国的灭亡 那么秦始皇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他又为什么会被扣上这样多的帽子呢 我们先来看看 秦代之后的汉代人 他们心目中的秦始皇的形象是怎么样的 汉文帝的时期 甲仪撰写了著名的过秦论 在制片文章中 他说到 秦王怀贪婢之心 行自愤之志 不信功臣 不亲世民 费王道而立私爱 焚文书而哭刑法 先诈利而后仁义 以暴虐为天下使 意思是说 秦王怀着贪婪卑鄙的心 他只想施展他个人的智慧 他不信任功臣 不亲信世民 抛弃人正王道 而树立个人的权威 禁除 诗书古迹 实行言行酷法 把诡诈权势放在前头 把道德仁义 丢在后边 把残暴 哭虐 作为治理天下的前提 这段话被后人大量的引用 此外 这段话也被后来更著名的史记所引用 太史公司马迁在这本剧录中 记载了秦世皇 焚诗书 大型土墓 兴建 灵墓 宫殿 修长城 迟道 等为后人所勾病的事件 从而形成了两千年来 人们对秦世皇的基本认识 那就是残暴 穷涉及欲 不须民力 除了说秦世皇残暴 文献里 还有人拿秦世皇的相貌来说事 比如 史记中魏辽就曾说 秦王为人 风准 茶木 只鸟鹰 柴身 绍恩而虎狼心 居悦 溢出人下 德智一青十人 大致的意思是说 秦王这个人 长着高挺的鼻子 吉凶 说话的声音和豺狼差不多 他穷困时容易立贤下士 他德智时就会过河拆桥 看来以假仪 司马迁为代表的汉代如生 他们笔下的秦世皇 可谓是一无是处 不仅说秦世皇为人 性格残暴贪婪 荒阴无度 而且还是师生子 甚至连长相也要被丑化到很有趣 很猥琐的样子 为什么他们心中的秦世皇 是这样一个极其丑陋 负面的形象 这是历史的真相吗 按照假仪在过秦论中所说 秦世皇不信功臣 单从秦世皇13岁继位为秦王 到50岁去世 这期间的接人待物来看 他应该算是一个极具判断 决策能力的领袖式的人物 也是一个从善如流广大贤财的皇帝 无论是城乡李斯 军事家魏辽 还是工程水利专家郑国 来自东方六国的很多贤财 都有机会在秦国大显身手 他们都为秦国的发展壮大 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不仅如此 秦世皇也是为数不多的建国后 仍然能够善待开国元勋的皇帝 比如王俭 比如蒙田 他们都为大秦帝国建立的赫赫的 不是功勋 面对这些功臣 秦世皇给予了他们至高的荣誉 富贵和尊重 至少在秦世皇的任内 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个有功臣子 所赢得到的一切 秦世皇之所以被人们认为是暴君 还与流传两千年之久的 焚书坑儒这件事情有关 两千多年来 历代的书生不断地重复这个故事 秦世皇不尊重知识分子的形象 似乎就被坐实了 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 焚书就是秦世皇为了控制思想 他听从了李斯的建议 焚烧了柱子百家的经典书籍 并且他活埋了一批他认为 蛊惑人心的书生 但是现代以来 不断地有一些中外学者 从不同的角度得出 这可能是历史上的一桩 冤假错案的结论 这个故事被夸张地放大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韩非兹和诗中记载 在商鞅变法的时候 就曾颁布过凡诗书的令 可见焚书之事在秦国 并不是从秦世皇才开始有的现象 但是为什么这个黑锅 偏偏被秦世皇背了 其实焚书坑儒的故事 在汉初并没有流行 最初仅仅是分书 还没有坑儒 文献中所说的 也多是坑杀术士 出现坑儒的桥段 是在西汉的后期 汉武帝霸出百家 独尊儒术之后 独尊儒术 使得以儒学形式的书生 有意地将原本简单的故事 复杂化 悲情化 退一步来说 即使是按照《史记》里的记载来理解 焚书也是有选择的 并不是统统的烧掉 比如说那些医药 建筑 植树 战部之类的书籍 就不再其列 而且 从先秦柱子的流行至今 以及文献的记载来看 并不像后世如生所说的那样 六学从此决业 一批现代学者翻阅了汉俗的文献 认为并没有缺早的证据表明 曾经发生过坑主的事件 被坑杀的 应该是那些蛊惑人心的 460多个术士 而不是什么如生 这些术士应该就是 屡屡欺骗秦始皇 说可以为他求得 长盛不老先要的那一批人 他们采取了各种说辞 从秦始皇那里骗得了句子 到最后却不了了之 尽管如此 他们私下里 还持批判的态度 对秦始皇的所作所为 拼图论足 久而久之 这些言语和行为 就被秦始皇知道了 可以想象一下 假如你是秦始皇 遇到的这种事情 会拿这些人怎么办 要知道 那时正是秦始皇的事业 如日中天的时候 也是他自我感觉 最良好的时期 六国都被他踩在脚下 更何况是一些 游走江湖的术士呢 所以历史上真正的秦始皇 不禁不是人们心目中的 暴君的形象 而是一个 有着伟大的政治抱负 重用贤臣的明君 可是经过了秦以后 人为的修饰 与过分的夸大 使得秦始皇 比妖魔化成为一个 昏君 以暴君 以至于这样一个观点 一直影响到现在 以假仪司马迁为首的 汉代文人 对世人进行了这场洗脑运动 但从结果上来看 可以说是非常成功了 不许多幸福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